再看一些风暴消息 三号强风讯号验证生效 天文台不排除晚间改化八号讯号 马上看看二大风暴凡亚比的位置 凡亚比目前集结在香港东北 大约190公里这里 预料会向西或西南偏西方向移动 时速是约20公里旺过广东 虽然凡亚比减弱了 不过过去几个小时 逐渐靠近本港 晚间会在香港以北 大约100公里内落过 本港风力会逐渐增强 还有有狂风大雨 天文台不排除晚间改化八号讯号 陈志军报导 在中环下午开始下起大雨 雨势频密的时候 驾车都看不清楚前面的路面情况 要减慢车速 看过去尖沙咀,视野模糊 旁边刮起的大浪拍打上岸边 凡亚比的环流非常之大 香港不少地区都落起大雨 而且天色亦都非常昏暗 能见到很低,望出去灰蒙蒙一片 凡亚比,到这边去 市民坐街道回来都很狼狈 凡亚比亚比虽然有减弱趋势 但继续靠近本港 今晚在香港的以北 大约100公里以内是略过的 本港的风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有大雨和有狂风 所以我们要密切留意着 凡亚比未来的动向 在这一刻,8号的信号是不能排除的 天文台预测 星期二会有狂风大雨和雷暴 之后一两日密云,雨势有时颇大 有线电视记者,陈子军报导 谭嘉行,凡亚比看来好像来势洶洶 你在外面又敢不敢受到它的威力呢? 王考在尖沙咀海旁这一处 偶然都感受到凡亚比较威力 一时就会下很大雨,吹很大风 但是突然之间就会像现在那样平静 雨就下无无雨,风也不算太大 在海旁这里担遮,暂时都没什么被吹反的机会 现在就是刚刚过了放工时间 由于风势和天气都不算太恶劣 所以暂时的船期都没有受到台风的影响 仍然是可以来往中环和尖沙咀 但是如果算人流的话,就很明显 这个中数就比平时现在少了很多人 天文台就说,因为这个台风 今晚就很有可能会略过本港 所以不排除会改刮更高的风球 所以市民如果出街的话 就要留意天气的情况 做好防风的措施和带遮 在尖沙咀的现场报导是这么多 将时间加分别由市新闻中心 好,谢谢